现在可以谈交易了吧 你用小妖威胁我 我是拿她给你做交易 青秋公子想必已经猜到我是 防风君 你直接说目的吧 我是生意人 能做的事自然能做 不能做的事 不管是谁也做不了 我想请青秋公子帮我运送一批货物 去清水镇 最近有没有发现可疑人士 若发现可疑人士立即爆关 是是 我看城里闹了好几天了 还没有抓到盗贼吗 粮草那么明显的东西 藏也藏不住 各个路口都设了关卡 肯定能抓住盗贼的 我为何要把你运送货物 清秋公子是生意人 我自然是和你做交易了 你拿什么跟我做交易 小妖 你怎么来了 听闻屠山市最擅长追踪 怎么 连身后有没有人都不知道 现在可以谈交易了吧 你用小妖威胁我 我是拿她跟你做交易 卢山景 这桩交易 你接 还是不接 任何时候 我都不会拿小妖来做交易 不过你说的事 我硬下来 防风君教小妖射箭 有授业之恩 我对防风君十分感激 你 这次 算是我帮小妖偿还欠你的恩情 你替她还我恩情 经过她的允许了吗 这是我和小妖的事 不劳防风君费刑 当然 接受不接受是你的事 你可以拒绝 你 时间和地点都在上面 倒是你派人接应 或我会帮你运回清水城 告辞